Hello 大家就在今天 iOS 16.4的正式版上线 大家都可以直接在你的iPhone上面 进到设定来更新 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次iOS 16.4有哪些新功能吧 那首先第一个要提到的新功能是 21组UNICORE 15.0的emoji表情符号 那其实这次新的表情符号是在去年7月 就已经被万国马联盟正式批准的 一批表情符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萤幕上面就是这次新增的表情符号 蛮特别就是有这个抖动 或者是兴奋到发抖的这个符号 然后另外还有几掌 或者是三种新的颜色的爱心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是mousse的头 而且跟大家讲这个mousse的头 你远看就很像一只龙虾 另外还有黑鸟 鹅 水母等等都蛮特别 还有大家可以猜看看 萤幕上面有哪一个emoji不是这一次新增的 答案会放在影片结尾 在下一个iOS 16.4的新功能 就是这一次你可以在设定的关于本机页面 里面查到你所有装置的保固期限 那在哪里看呢 首先我们打开设定 然后去找到一般 接着第一个关于本机 里面在中间你会看到这一次 多出来这个保固范围的页面 里面就会显示所有跟你Apple ID连结的装置 点进去看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保固到期日 另外装置如果保固到期的话 也会同步显示在上面 那在16.4之前的版本 它会在同一个位置显示是只有手机的保固期限 另外如果你有购买Apple Care Plus的话也会显示在这边 再来下一个iOS 16.4的新功能 就是在辅助效果里面 新增了调按闪烁灯光的功能 就是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如果你再看一些非常刺眼的影片内容 像是演唱会的闪烁灯光等等的 它会自动帮你调按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用的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都一直盯着荧幕 盯久了可能就会有肝眼症或眼睛相关的疾病 那开启这个功能就可以减少对眼睛的刺激 那在哪里打开这个功能呢 就是在设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里面 从上面数下来第四个动态效果 点进去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调按闪瘦灯光的选项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们给大家实际测试来看看 例如说我现在播放一个这个黑白不断切换的影片 它会直接把它调成全按 那我后来做了一下测试 是发现如果今天对比是特别高 像这样子黑白直接切换的话 它会直接把它用成全按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例如说这个夜店的影片 它是会把灯光调按而已 又不是全黑 那我自己是会还蛮乐意来测试看看的 但我会有一点点担心说 会不会今天我就错过了一些影片内容 这样子 所以就观察一段时间再来看看吧 那下一个新功能就是语音隔离效果 现在一般的通话也是可以使用 那语音隔离效果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我们之前使用Facetime的时候 你打开你的控制中心 在右上角的麦克风效果里面 就有一个语音隔离可以选择 那语音隔离呢 它是会把你的语音从背景音分离出来 打开之后呢 对方就是完全不会听到任何的背景音 当你没有讲话的时候呢 是会完全的安静的哦 那实际测试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还蛮不错的 就算我今天讲话很小声 它也不会让那个背景音透出来 那这次呢新增的就是在一般通话的部分 也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效果了 那它很好用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环境音是非常吵杂 例如说你在路上走路啊 或是在咖啡厅讲电话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对方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听到你的声音哦 那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 我们要讲到进阶资料保护呢 台湾正式开始支援咯 那进阶资料保护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iCloud备份你的资料 它可以备份的东西非常的多 像是你iMessage简讯啊 或者是照片邮件等等的这些功能呢 都可以用iCloud备份 那其实平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苹果就已经有帮我们加密了 只是今天这个新功能呢 就是一个进阶的加密的功能哦 那苹果的说法呢 是说连官方都不会储存 你今天这个资料加密 所使用的金钥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是iCloud备份遗失的话呢 可能连官方都救不回来的意思 那进阶资料保护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简讯啊或是照片备份等等之外呢 还有像是付款资讯啊 Safari浏览记录啊 钥匙圈非常重要 还有WiFi密码 或者是iCloud云端讯息等等的 我是有点不太确定说打开之后对我的好处 或者是会不会造成之后的麻烦 所以有点小小的疑虑这样 再下一个16.4的新功能呢 就是现在个性化空间音讯的设定换位置 就是之前呢 我们在用AirPods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个性化空间音讯的功能吗 就是它会要你扫描你的耳朵 然后帮你客制化你的空间音讯的概念 那之前如果你要设定这个功能的话 一定要点入蓝牙 然后去找到你AirPods才可以进行设定 那从16.4开始呢 这个功能就是换到了声音语处决回馈的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哪里 首先进到设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通知下面的声音与触觉回馈 点进去之后呢 看到第二个叫做个人化空间音讯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建档的功能 之后呢 你所有的装置任何的AirPods 都会按照这个方式呢 来帮你客制化你的空间音讯这样子 那里面呢 就是它会开始要扫描你的头部 那我发现扫描耳朵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拿远一点 它好像比较好扫得到 那下一个新功能呢 就是在Podcast App的部分呢 这次有新增一些新功能哦 像在资料库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前往你已经有订阅了频道 或者是浏览你正在追踪的节目哦 然后在接下来播放的这个清单里面 也可以直接快速的删掉你想要跳过的节目 然后CarPlay上面的Podcast也是有新增一些像是可以 快速的从上一次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聆听 或者是从浏览当中寻找新的节目这样子 那下一个呢 我们要提到专注模式这次有新增一些新功能哦 像是在过滤条件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入一些新的选项啊 或者是永远显示就是Always On Display的这个功能开关 也就是说你在切换专注模式的时候呢 也可以同时调整你手机要不要永远萤幕都开着 那再来下一个要提到Safari的网页推播通知哦 之后如果你在访问一些网页他们是有支援这个推播通知的功能的话 他会跳出一个视窗 然后问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推播通知 那打开之后呢 你平常就算没有打开Safari也可以接到这个网站最新的内容通知 那现在呢就是还不确定说到底有多少网站有支援这个功能啊 使用性高不高不确定这样子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新功能呢 就是照片重复检测呢 现在也开始支援iCloud共享图库了哦 就是现在呢在相簿里面不是有一个功能可以自动检测说 你有没有重复的照片吗 那现在这个功能呢 iCloud共享图库也可以开始使用了哦 就是例如说你跟其他人有共用这个图库的话呢 里面有哪些重复的内容就可以被检测出来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iCloud 16.4的新功能 大家觉得如何呢 这次也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更新哦 大部分的功能呢都不是说太重要可有可无的感觉 那因为6月的WLDC也是快要到了 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把大部分的心力都投放在iCloud 17上面了 但是现在呢似乎对iCloud 17还没有太多的消息这样子 希望今年的17呢可以再带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惊喜啦 然后现在呢要来跟大家揭晓 刚才不是叫大家猜哪一个不是这次新增的emoji吗 那答案公布呢就是这个手上有眼睛的符号 那我会把这个加进来是因为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个emoji 我觉得很好玩就把它加进来了 而且看起来就是有点邪门邪门的就很喜欢 那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新的emoji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也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你对生活化啊或是最新资讯比较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帮我按个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by bwd6 by bwd6